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对得起所有的人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不务正业 家里的事业你不管 是对不起你爸 对不起你爸 打下的这片江山 第二 你看着你妈这么大岁数了 还把持公司的业务 不能放 而你 却自私地 只想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对不起你妈妈 你没有自己的事业 没有一个男人律服的根本 而你妻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却不能帮助他 你只能发出各种空头的许诺 你对不起你的女人 妈 人生这一辈子 是不是只有一种选择 如果说我要选择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事业 是不是就是错的呀 只有按照你给我的路走下去 才是对的 是吗 对 没有错 你可以自私地选择 你自己喜欢的路 但是你要为这自私付出代价 而你现在 就在承受着这种代价 你以为我守着这份产业 我就喜欢这条路吗 错 但是 我必须要走这条路 你爸爸刚刚打开局面就走了 你让我一个女人 我怎么办呢 我带着你 好 还有你姐姐 我得生存啊 为了生存下去 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 我必须这么选择 好 我知道 你怪妈妈 你怪我对林伯伯和他们家人太狠了 但是我想 这更应该怪你自己 如果当初你在国外 不是自私地选择什么学人类学 而是学商业 回国之后 不是去当什么小编辑 而是学着做生意 那么我想 就算我对于莫不不满意 就算他们家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我没拿出钱来 但我也鞭长莫及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的你 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了 有个立足的根本啊 是呀 你愿意娶于嬷嬷 李嬷嬷 愿意给他们多少钱 妈妈也管不了了 不是吧 你说得对 我活该 因为我贱 行了 我活该 你太自私了 妈 我告诉你 你要学会生存 再享着生活吧 别一天到晚 能带着瞎感叹 有什么用啊 一事无成 你只能是个窝囊废 来 来了 这是默默爱吃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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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也一起坐下吃吧 你们吃吧 我们出去 有人请我们吃饭 接来之时 也能吃得这么高兴啊 啥 少说两句 我没说话 去吧 是小柔啊 你都到了啊 好 我马上下去啊 你们吃饭吧 我们出去吃了 等一下 我给你们一起去 这绝对不行 真的不行 跟他说不起 对 我想跟你谈一谈 我跟杜小阳已经离婚了 我跟他除了债务之间的事 以后不会再有联系了 至于他会跟谁好 会跟谁结婚我并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 可以履行他的义务 把钱还给我 我不明白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做好 你们该做的事情 至于我的家里的事 希望你们不要掺和 我 天哪 我越来越不懂你在说什么 请问 我 这和你们家什么事了 既然杜小阳的搬到你们家去住了 干吗不把他父母接过去 他把这个房子腾出来 让我全家搬过来住 又把他父母给塞进来 现在倒好 又跑去把我们家以前卖掉的房子 付了定金准备买回来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我余诺诺 不需要你们可怜我 定金 我最后告诉你一遍 请你转告杜小昂 把该还我的钱还给我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不需要 谢谢你们 居然拿着我的钱去交了定金 好 小阿姨 在你的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银行 提款金 还是扶贫基金会 在我心里 你 你就是一个 非常信任我的朋友 小龙的母亲 曾经相处过几个月的前妻 朋友 前妻 杜小阿 我马晓荣哪点对不起你 你说要借钱补藏好 我给你 我让你有机会还请你前妻余诺诺的债 你送我来这儿哪有地方住 我怕你为难 过第三下 四个去求我妈妈能够住到这儿呢 可是你呢 你居然拿着我的钱到瑜伽去冲大头做人情 你居然拿着我 我告诉你 我给你的钱 不是让你去讨好你的前妻余诺诺的 小柔 我不是讨好的 我是补偿 瑜伽的人因为我 而变得拘无定所 瑜伽诺呢跟我夫妻一场 什么都没得到 我最起码我不能让她因为我 变得一无所有啊 杜小阿 你可真是个混蛋 你怎么就不想想怎么补偿补偿 我补偿补偿小龙 你跟瑜伽诺不一样 她吃的那些苦你不明白呢 那我吃的苦你明白吗 杜小阿 你不理我的情就算了 可是你不能接二连三地骗我吧 我借给你的钱 你是哪儿去补偿了吗 是啊 你撒谎 你去给人家买房子了 谁告诉你的 又是我爸 我需要在街里带你带吃饭的时候 余诺诺亲口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又跑去折腾他们 你说我为什么 我不要 杜小阿 你赶紧给我滚 滚 杜小阿 你不放不我 你先把你欠我的钱还给你 然后再履行你对我 和晓龙的承诺 然后你再给我滚 姐 你可真行 不下去几句话 就把人家饭局给搅了 谁啊 谁啊 你怎么来了呀 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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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煲的鸡汤 赶紧趁热喝啊 德蒙蒙 赶紧给你姐盛上 赶紧的 诺诺 我告诉你啊 这个汤里边 可是蕴藏着带血的爱意啊 你们手怎么了 别动啊 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做汤的时候 根本就没法集中精神 这不一不留神 不过为了我们诺诺 什么都没所谓啊 别担心啊 没事没事 你又不会弄你 弄它干嘛呀 你闲的吧你是 小商没事 海悦酒店外卖单 乌鸡汤四十八元 周总啊 什么 房地产行业不景气 改做酒店送外卖的 多少钱 我给你们结账 去 小屁孩儿 你懂不懂什么叫清廖 乘堂去 我这事办得怎么样 我的事着急着呢 我办事您放心 我真的特别特别地着急 你有这闲工夫 你赶紧帮我把这件事 弄一弄好不好呀 你不能够耽误 咱们革命生产两不悟啊 我这不是更担心你身体吗 不是 那人弄得觉得怎么样 听不听见吗 能听见声音吗 你看没看见 还没那西洋景啊 还没干净呢 这咱俩多傻啊 集中能给人还钱 人倒好 在这找个对象呢 在这儿 你说什么呢 不是 这老太太晚上喝了 你才喝了呢 你臭不要脸 我才明白 你为什么急着 跟我儿子离婚 你是不守复道 你红杏出墙呢 你才不守复道 红杏出墙呢 你少在乱说话呢 你们家整天 死气白脸脸脸在我们家 不给钱 真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 你们 你们都不要脸 一个和尚我儿子 一个小妹 给马里马的朋友 你怎么说话呢 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好不好呀 骂你们怎么不行吗 骂你们不行吗 我儿子真是傻 怎么看着你了 一个醋里皮 别吵了 周董 滚东西 滚 叔叔 这关我什么事呢 滚 你快走啊 你别急 别着急 来 阿姐 不要跟孩子一般见识 咱们回房间所啊 咱们回房间所一般见识 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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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呀 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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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这是 你走过来吧 你还能不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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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干嘛呀 救命 老婆子 走 丢不起这人 你跟谁打招呢 整个世界清静了 那两个老怪物啊终于走了 舒服 你们俩公主就闹嘛啊 诺诺 你的宫婆现在在外面 不定气成什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搞不好现在人家搬到 马晓柔的大别墅里面 过得美着呢 就是 我让你去房屋中介 你问了吗 去了 别提那个中介了 你知道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他把咱们的老房子 给卖了 前几天我问他 他还说什么 只要一个月内交全款就可以 他们是不是变了番 想要涨价 那老房子给卖了 他就买不回来了呗 可不是吗 咱也不能一直住在这儿啊 姐 我有个提议 说 要不咱就别买老房子了 直接买个新的不就得了 怪累的 我说你别异想天开了行不行啊 就咱们那点钱 想买一个够四个人住的房子 必须得在原来的位置上 再搬出去两个还 就算我卖了公司的钱 加上卖房子剩下的钱再乘以二 也不可能在原来的地方买新房 你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数学啊 买不了 不会又回来了吧 姐夫 姐夫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呀 弄弄 弄弄 诺诺 最近还好吧 小航 爸 你来了 不 伯 伯父 那个 这里边啊 是购房协议和全款的收据 户主呢 我贴的是您的名字 因为没有您的身份证 还没有办那个过户的手续 您就拿着这些 去交易大厅就可以了 您拿着 什么购房协议 什么意思 我把你们那套房子 买回来了 天哪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哪 晓昂 你会不会是 不是 您放心 我这钱呀 都是光明正大来的 晓昂 你听我说 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 因为你没有钱 弄了那么多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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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要 不是 不能要 是 是 是 我们那套房子卖了以后 还剩不少钱哪 我知道 我觉得 我欠你们的太多了 我欠诺诺的 比这个多多了 真的 这个你们必须收下 收下 不不不 您收下 收下 方总 等把房子买回来以后 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 在家休养了 公司啊 就 就暂时不要去了 把身体养好了 这个最重要了 小昂 小昂 我说你带着行李 准备出远门吗 不是 我是想来把我爸妈 接出去住几天 我想等你们的房子 办完手续了 你们搬走了 我再带着他们搬回来 现在我爸爸把房子都卖了 也没地儿去了 就跟我在一起住呗 来 对 我去看看他们 爸 妈 小昂 房 你妈 你爸爸 不是说找你去了吗 找我 是啊 他们说去找儿子去了 你看 把东西都拿走了 不是 他们不是一直在这儿住着呢吗 他们没找我呀 不是 他们现在到底去哪儿啊 小昂 你千万不要着急 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些误会 你听我妈妈跟你解释 小昂 我跟你说啊 别着急 我们呢 和你父母啊 发生了点小矛盾 结果他们后来就 后来你就把他们轰走了是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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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伯父伯母可能回老家了 是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可能 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他们住哪儿啊 你妈骂我跟嬷嬷 然后 我们就吵起来了 再然后 他们就走了 你都没想到 我说余诺诺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我爸妈在这儿住着 碍着你事了是吧 你忍忍呗 你为什么要轰他们走啊 我没轰 他没轰 他没轰 真的没轰 事情既然发生了 我们大家都出去找找吧 快 快 快 去找找找找 出去 出去 嬷嬷 你要穿暴 快点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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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找找 去找找找 小雅 我开车带你去啊 别着急啊 警告 你这人要去哪儿找 你这 报案吧 确确确 你们先回 姐 你开车带姐夫去啊 赶紧的 志愿 要不然我们到报社 赶紧登上寻人寝室 快去吧 快走 传灯传 传灯 这两天我没在这儿的时候 我爸妈有没有来过 有没有打过电话 没有啊 出什么事了 小昂 现在他们找不着了 不知道跑哪儿去 小昂 我早就跟你说过 他们在那边会受委屈的 天不信你 现在别说这些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是什么时候 在哪儿 应该是三四天以前吧 在你们家楼下 那天呢 我本来应该带你爸妈 出去吃饭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在你们家楼下 捡垃圾 捡垃圾 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啊 所以我就把身上 所有的现金都给他们了 余诺诺 你出来 余诺诺也在啊 我问你 我爸妈跟你住在一起 他们怎么会跑去捡垃圾 你到底怎么他们了 我没怎么他们呀 小昂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那爸妈不在这儿的话 那咱们再去别的地方 再找找吧 误会 我当初那么信任你 我把他们交给你 我能误会到 让他们离家出走 他们要捡垃圾 这又不能怪我 又不是我让他们去捡垃圾的 后来警察都找上门来了 垃圾都捡了 那怎么办呀 不怪你 你是不是觉得 最近发生这件事情 跟你都没关系呀 你是最清白的 全人家都欠你的是不是 好了 小昂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现在找到老人 才是最重要的 你现在就算骂死他 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我分局那边还有几个朋友 我让他们去找找吧 小昂 我也帮你出去找找好吗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别跟我客气 小昂 你别生气啊 我告诉你 找不到我爸妈 我跟你没完 小昂 我们赶紧去家 附近小旅馆再找一找 我说你可回来了 你刚才去吧 你又不让我去 你说让我守着这个 拖我背后烂褥子的 这东西谁偷啊 见识小龙了没有 跟你说 拖我家值万贯 这万一丢了晚上 咱们住什么呀 再说你不可能 拿这些拖拉去看小龙 对不对 行行行 别婆婆妈妈的 你先说 怎么样 我呀 幸亏有个心眼 我就问了小龙了 我才知道小昂不在家 临走的时候呢 跟小柔打起来了 小柔哭得挺伤心 你说小昂啊 也不知道好好过日子 咱们能怎么办 你不是能怎么办 就是啊 小龙说了 最近这个马小柔啊 怎么说好呢 脾气不好 摔东西 小龙都不敢在家住了 非要跟我回来 是 现在看来啊 这马家 咱是不能去了 不能啊 这 这小柔是不是打孩子啊 不能不能 人家挺有文化 你这个老太婆呀 问都问不清楚 下回见小龙啊 我去 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 小龙啊 爷爷奶奶 真好孩子 真好 有有有有 你们这些露营不带我去玩 露营 露营 对啊 露营 露营 来来来 来来来 让爷爷抱抱 真是跟小龙龙来 想死你了 爷爷啊 亲你一口 那你也亲一下 露营 爷爷你们自己露营 还不带我去玩 对对对啊 露营 露营必须的有 小龙龙 爷爷奶奶 你们太不专业了 怎么 我明天给你带我东西了 真的 你奶奶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谢谢 小龙儿你快去上课 别打我上课 快走吧 上课去吧 等会 对对对 有件事 等你爸爸回来 要告诉奶奶好吗 咱俩能蜜蜜 好 我们孩子 爹 奶奶再见 再见 点心的小帅哥 咱俩一样 我来了 好 快快快 小昂 找到了吗 爸 妈 莫莫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有消息吗 我们跑了三家报社 都答应到学人启事 小昂 明天早上一定能见报的 孩子 我们都急坏了 姐 我印了几百份学人启事 刚开始发就被城管抓了 还拔了我一百块钱呢 我们去派出所报案了 我们去派出所报案了 警察也给立案了 然后又去周围的小旅馆 都找了 都没人 我的行李呢 行李 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 我去找个地方住 小昂 小昂 我知道你心里特别着急 这个事呢 我们也有责任 听我一句 今天别走了 就住在这儿 咱们大家一块儿商量商量 总比你一个人强 是呀 姐夫 不行 我一停下来 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爸爸妈妈 今天找了那么多的小旅馆 也没找到 这晚上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地方睡觉 我还是出去找找吧 没准能碰见他们的 我跟你一起去 走 这么晚了你们 我问你个事 你在听吗 按理说 咱俩现在没关系了 有些问题我也不该问 可我实在搞不懂你在做什么 你说 你都搬到马晓柔家去了 怎么不把你爸妈接过去啊 你哪儿来的钱买房子 你怎么又搬出来了 你还我的钱我接受 可那房子我不能要 尤其是马晓柔的钱买的 钱是我自己的 跟她没关系 你自己的钱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啊 还是那笔股票挣的 马晓柔信任我 是她借给我的钱 我补的仓 她的钱我已经还给她了 房子是我用剩下的钱买的 也是我自己决定要给你的 我答应过你的成果 我就一定会兑现 虽然时间长了点 但只要是我答应的 我一定会做到 晓鸥 你还我钱我接受 可是那房子没必要了吧 其实 我给你的承诺还有很多呢 本来我可以一一实现的 你还要去 你在干嘛呢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我在找爸爸给我的帐篷 明天要去露营 露营 学校组织的吗 怎么中国学校也新这个啊 我跟爷爷奶奶去露营 爷爷奶奶 你见到他们了 秘密不告诉你 我还没想到 乖 我去吧 你也想到我 都要吃 你也想到他们都吃 我都能吃 你也想到他吃 我都不吃 我都能吃 你也想到有没有 你也想到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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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走 来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这样 别说那么多了 有伤心了吗 你们怎么还能坐得住啊 你们 我自从知道了以后 我是天天在外面跑 你看我跑得多狼狈啊 你们倒好 余诺诺 你在家还真能坐得住 他们到底是不是你爸妈呀 你们怎么一点都不上心哪 我们也没闲坐着呀 该报警也报了 该登广告也登了 寻人启事也贴了 这不在这儿等电话呢吗 我爸我妈 现在还背着城管 到处贴小广告呢 余诺诺 你可别忘了 爸妈是被你弃走的 花几百块钱 登一登小广告 就算完事了 再说了 等电话需要三个人等吗 看来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忘不上你们 想 今儿咱们俩去找爸妈 想 走 咱们一块儿找爸妈去 对了 我分局那个朋友 让咱们去一趟 他说有事要找咱们团团 好 好 走 聊个电话了 喂 找到了 找到了 好好好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奇怪 我之前丢的车找到了 这边啊 以后别那么一惊一下了 走 奇怪 那 就是 姐 别摸摸 我说你这礼拜托第几次了 不是看你妈可怜 我是真不愿意管你 下来 来 歇会儿 难怪你妈不让司机来接你 真丢人 活得很窝囊 真的 我知道我知道 咱先回家好不 快 快 起来 好久呢 回去我陪我 回去给你酒 我给你酒 挺好 挺好 赶紧起来 快起来 我给你酒 我给你酒 过来我给你拿 开酒了 等会儿 好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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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快 快起来 我是司机的 我是你司机 你是谁啊 我是你司机 行了吧 我说你 成天喝也不吃饭 在外面看你瘦点 别动 等会儿 您好 您手机的电话已关系 抱歉 女士组织 你死了 电话已关系 我来 来去吧 来去吧 慢点 快点 慢点 我找麻烦看这个样子 谁让你进来的 马力亚怎么样 用不着你管 你不想离婚了 你不想离婚了 我告诉你啊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伯母 我和马琳只是普通朋友 今晚我扯进来 毛毛 对不起 我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位就是马琳的前妻 不用介绍了 我们见过了 妈 我有东西要交给马琳 让我跟她说完几句话 我马上就走 你别叫我妈 你看你把马琳搞成什么样子了 你还好意思管我叫妈 如果你来是为了你姐求情的事 那我告诉你啊 那个标书我连看都没看 市场部的人说写得很棒 有什么用啊 谁让她是你于莫莫的姐姐呢 你给我闭嘴 好 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就是 我是一个我能飞 我能飞到你了 我能飞到你了 你还好吗 我能飞到你了 不愁 我受不了了 我先走了 妈 我我我我我 你先别走 要早与她走啊 妈 妈 从今天开始 我跟马琳谁也不欠谁的了 等明天她酒醒以后 你让她来找我 我要跟她离婚 妈 马琳赶紧起来 约妈妈走了 快起来啊 那是幻觉 每次都能看见她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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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妈妈 妈妈 我是一个我能飞 我是一个我能飞 我去吧 我去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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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末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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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啊 你看把马琳害成这个样子 你还追呀 伯母 平时我是不知道 但是今天 余末末来连干什么都没说 就给您轰走了 我觉得 您是不是也该检讨一下您自己啊 马琳现在每天这么痛苦 天天接酒消愁 我觉得 就是您造成的 我 伯母 您想过没 马琳她是一个人 不是您养的盆栽 看着哪儿不顺眼 咔嚓一剪子下去 成了 如果她的生活择偶 结婚生子 她从生下来到老死 全听您的 那她过的到底是您的生活 还是她自己的生活呀 她每次喝醉酒 都说自己是窝囊废 您听着 不难受吗 一个男人 被您折磨成这样 您说我是她女朋友 我告诉您 我可不要她 也就只有您自己 把她当个宝宝 好吗 小昂 你等等 你就这么回去了 小柔 谢谢你啊 可是我想听的不是谢谢 等找到我爸妈以后 我会尽量的多谢小楠出来 我会让她 心上有一个完整的痛苦 小昂 难道你真的不是拿我想要什么吗 难道你一定要让我把话说得那么清楚吗 我不要你像对待外人那样对我那么客气 小儿 小儿 我求你 留下来吧 给我个小龙 我们需要你 发现 Lords 我求你了 你不得了 要是吗 我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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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叫我 我想送你一个家 用三四年吧 你那些没有说的话 我一直搁在心里呀 梦是真的还是假 你还不了解我吗 把自由给你 你才能快乐幸福吧 你要的世界还很大 你在暮暖的天空想我吗 想飞的你要勇敢一点哪 想降落的时候 你记得告诉我 我怀里永远是你家 我在你来的天空中了花 也会让爱的记忆都长大 你孤单的时候 也忘了伸出手 我就在不忍地回头 你在迷烂的天空想我吗 想飞的你要勇敢一点哪 想想降落的时候 你记得告诉我 我怀里永远是你家 我在迷烂的天空中了 Geez 我在迷烂的天空中的花 也会让爱的记忆都长大 你孤单的时候 也忘了伸出手 无穷在不远的地方